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练习第四题跟第五题 那在礼拜一的上课中 有老师说,是不是可以不要用那么复杂的方式来绘制呢 好,我们就尽量不要用 那个形态的方式,金色 我们就以简单的轮廓描绘 因为老师还是习惯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完成 那因为这有对称 我还是很习惯先把对称轴画出来 好,那这有老师上次讲 你这只是切换线条的属性 他没有画 记得,这是搭配使用 好,那就在这里 好,我们给他 好,大概抓一下 抓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把这个公字形 把它描绘出来 好,那就按照老师的说法好了 我们就这样描绘公字形 好,这样OK 好像看起来果然有点歪七扭八的 好,那描绘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给他修正一下他的形态好了 在这里有很多对称的形式 所以我们就选对称 好,对称的话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对称轴,然后选这个 好,一样,现在还在对称 对称轴,然后选这个 两个对称的相形 然后再选对称轴,两个这个 好,还有什么呢 好,这个对称轴,这两个 咦,好像看起来差不多了 还有什么没对好呢 好,拉拉看好了 我们来试着拉拉看 看起来都有对称了 OK,那很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尺寸把它描绘出来 OK,首先全部是40 尺寸这样拉到外面 才不会影响到视觉 好,那这里就是 OK 好,那这边的话一样是40 那中间是45 好,这样就一个公式形出现了 完成之后呢 好,我们就可以直接对这个 好,然后长出40 40 好,长出40之后 我们再来把 这里切掉 好,我记得 这个就是有抓点 它有个符号 代表抓到它的 关键点 这里就是所谓的端点 藍色的代表还是自由的 那我们用尺寸把它拘束 那这样就黑色了 转过来看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接下来要切掉 那切掉由这一边切到这里 老师如果偷懒就直接用贯穿 但是贯穿因为定义不明 使用上尽量不要 当然初学者偷懒也是可以 那我们选完之后 然后选择移除 移除之后 你看这里有合并范围 那这里先不管 主要是这个 我们用形成字面 这样比较明确 移过来 所谓字面呢 就是点一个面 让它撞到这里 有没有 这样就是明确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好,我们再讲一下 当 我们 如果呢 以后呢 这边有其他 长出来的奇怪东西 如果你完全贯穿的话 它可能会连 你不要贯穿的地方都贯穿 所以尽量 还是明确一点 以上是我们这一题 好 这个是 第四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做第五题 第五题呢 其实跟第四题蛮像的 但是它就是 就是 切掉而已 那 因为太像了 所以我们很快把它做出来 好 好 那 十四十 中间还有一个 二十二十 好 我们可以练习一下这个 等长 这之前有练习过了 用形态来描述 描述等长之后 我们只要其中一个给它 它就一样了 那完成之后呢 来 我们 你看这时候是两个 两个的话 就中间 我们只要记得 一个完整的封闭区域 就可以形成 一个实体了 好 我们在这边 就用这外边 这个边界 你看它就会帮我们 自动 去算出来 一样 四十 好 OK 好 完成之后呢 一样在这里 应该跟刚刚 很像 好 那 一样在这里 我们就 给它 抓到端点 然后抓到线 Edge 然后抓到端点 过来 一样这里 给它标出 二十的尺寸 二十的尺寸 一样 转过来 我们很明确的知道 是由这边 要剪到这边 长出除料 然后我们还是 我比较习惯用这个 指定面 明确 那你也可以用 下一个 下一个也是蛮快的 但是有时候下一个 会撞到这边 看个人的习惯 这样第四第五题 我们都完成了 好 请各位老师 也来玩玩看 然后玩看 打开 再煮一下 你已经 切成 没